接著這套作品,又再一次,異世界作品是現在的慣常 這套重要是穿越、異世界和時間回流 這三個最近最流行的緊距有齊了,這期不知為何很多 接著說那套就是V,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其實不是近年開始,我早幾年已經說了 那一陣子派出的輕小說全部都是穿越小說 之後就當了一塊一塊 或者這樣說,其實都很公式的一種就是 通常就是當一個新的題材出現之後 第一種類型的作品都是由強絕天才開始 到決陷型天才 到現在的步驟就是平民 這個是水尾來的,之後就會開始第一個風格 都可以這樣說,我覺得差不多就會開始是另一種的 可能是不穿越世界,穿其他地方 即是經濟了洗廁所的那些 經濟了窮 即是洗廁所的輕小說 即是由天才開始的,作者可以天馬行空 或者他可以由那個角色去帶動一些好多的故事 當然是自爽未太濃 而接著就開始有些缺陷就是什麼呢 他讓人覺得這個角色是有人性的 即是這個角色是人來的 你不會覺得他是神來的 即是這個世界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能夠有任何東西能夠打傷他的 打得傷他是一個credit 對,決點就是開始覺得不夠爽 然後的道道就是平民就是什麼 讓人去代入 讓我們一些不是天才的讀者 即是能夠可以享受代入這個故事裡面的感覺 對,決點就是 一些人覺得其實不用出現世界都可以 其實我本身的生活就是這樣 你很會絕望 有辦法 有很多出現世界 因為作者的現實生活很絕望 很慘的世界 你好像迷迦一樣 我們去一個新的世界 好了 不要再這樣 纏繞著我們這個動畫 我們今天都是繼續在這裡說迷迦 首先他很特別的 我們平時出現世界是被卡車撞的 但主角很小心很聰明 過馬路網清了馬路沒有車 他才說 出現了過去 我心裡都合一合 我敢說 這樣是不公平的 我們有最歡樂的Dot Days 都是不用死的 噢 他那個不是Summer Vacation來的嗎 原來去旅行 那個是 那個是開動物運動會 那個是 這個最慘的是主角已經很精神地看一看 有車沒有車沒有車 走了 合了一層眼之後 又穿遠 這樣也穿遠 那你玩完了 是的 故事裡面其實 當他穿越了這個異世界裡面的時候 那個橋段也是很慣常的 嘩 我終於都能夠成為主角了 是的 我終於由這個卡車撞進升成為主角了 你可死 通常這些就是 出現了異世界 就是慣常的事情 就是會獲得特殊能力的朋友 在現在的作品裡面 大家都知道 這方面 你沒有車球那麼多 你是不會有的 你醒醒 打哥摩南亞會死的 那個 他也是有些跟第四面牆聊天的感覺 就是說 你是不是猜到一定會有這些情節 沒有的 他不如說 現在是時候要用第一個魔法 就是套租 是否第一個事件 原來沒有的 是否勾錢呢 我沒有的 故事裡面 他開始是說 他如何探索這個世界 問NPC 這是什麼世界 這是什麼貨幣 你看到 其實他給一些很專業型的 主角是正常人 我說正常 不是說在一群瘋子裡面 他屬於正常那種 在他的邏輯上 他真的是一個正常人 是一個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他的感覺就是 給你感覺 他是一個很普通的高中生 雖然他不上學 但是他比較有小聰明 看力他比較好一點 就是這樣 在他的故事裡面 應該說他面對了很多事情 以及被這個小混混 去打劫 然後就是這樣 因為他被女主角 拯救了 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 開始你看到這個位置 都沒有什麼特別 直接去到 他說要幫女主角 去搶回那個文章 搶回那個文章 搶回那個文章 要找回那個賊妝 究竟在哪裡 到他被一個人殺死了之後 劏土殺 劏土殺 他又再次醒醒 但他誠計著 嘗試是記憶的 對 我看到這裏說的時候 我馬上看一個記憶 說 大把 總之有一類的動畫 都是早於美的 你看到為什麼會覺得他是一個正常的角色 就是 而且你覺得他是一個有豐富遊戲知識的東西 其實他在驗證 他某些東西 第三次的死亡之後 他就肯定了 他自己是有一個能力 死了之後 他就會自動回帶 回到某一個時間點那裏 暫時是指定 一定是在那個 埋水果灘的位置那裏 就會重新 開始 異世界 幾乎是他一入異世界那段時間 可能走了幾段路 去了那個地方 就從那個位置開始 其實他花了幾大蝙蝠 他說前面這三次的死亡這個位置 我是不知道是一小時特別編 所以第一集是一小時特別編 我看到半老的時候 發覺 為什麼這麼長一個情形 為什麼還未完 然後發現原來是一小時特別編 因為他就比這個 我想起呼籲幻想那種 又是花很多時間 去講世界觀 就是用他一步一步的觀察 以及講角色的性格 但是有一個很不同的 因為 你哥布林那邊 他是一閘閘 而且他事情拖得很慢 他是有一個綜合的 他是有 講戰鬥 講他們的裝備 講他們的概念 講錢 講底褲多少錢 這邊是沒有的 這邊其實是一次的 就是將事情再重複 就是只講一個角色 還有你看到 如果是第一集的話 第一次的死亡 好像半個小時才發生的事 完了第二集 第二次死亡 就是另外半個小時的事 其實是幾萬下的事 但是還有一件事很有趣 就是 其實如果他不這樣做 我想他很難講 剛剛鏡花講到 他就透過他三次死亡 他才探索到這件事是什麼 所以如果他死第一次 我想你不會看第二集 那也是 你要死第二次 開始有些位置 就是 那女主角叫我名字 她說 不是 他是 剪這些位置剪得OK 即是他要 雜要雜之間 他要重複 你不會看下去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劇情向的觀眾 其實我是一個 其實我看這些東西 就是當我看到這個 其實我想聰明的觀眾 或者不聰明的觀眾也好 一看他第一次死亡之後 就知道 這是一個穿越的問題 你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會期待就是什麼呢 生機空真那類的疲勞感 當然他可能死了三次 他未好疲勞 就算 不是有的 你看到他開始手震 開始害怕 他想過不去走這條路線 他只要不走這條路線 他不去死 他可以不去死 他想過的 有少少 也不清楚 他的主線究竟 他想去到哪一個位置 但是在這個吸引人的情節位 那裏 一些的描述 我覺得 他偷輕了 我知道他不是沒有 但是他偷輕了 他特意是 無論主角的一些 心理的一些 我其實不做 又可以 還有 他究竟如何自處 這一方面的問題 其實他偷輕了 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那個劇情 相比起著重於 是用那個時間跳躍 或者那些事情去想 為什麼會重複這麼多次 去繼續救那個人 他很多著重 其實我們說是節奏慢 就是他拿了很多時間 去描述的角色 反而其實是 例如Alimia 到那個偷東西 那個賊仔 其實你用了第一集 基本上已經知道了 由那個酒吧裡面 賊仔 和Alimia 他們三個人有什麼想法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給了一個感情 那第二集 你才覺得 男主角 我要再去救他們 因為這些人 就算我不是單純不相識 而是覺得他們有這個命運 我也要去救他們 那你的觀眾都有共鳴的 即是他成功 他成功利用了三次 劣的階段 他用三個角度去描述 他幾天 剛才批評那些作品 失敗了日常的劇情 沒有角色描述 他在這裡做完才少 至少 最起碼就是無搶八月 他不會覺得絕望感的 就是主角 其實他是有外掛的 但這個外掛是要令自己 坐槍 他是一個出不出戶的人 但我看到這個設定 那時候我是歐了 一個出不出戶的人 在家裡修煉 但他有70kg的壓力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 喂 阿歷在家裡唸好 也沒有提及 有 你拿著一個鈴鐺 對吧 其實 對比來說 你會覺得 因為整個循環 最大的難關 就是 那位角腸者 這個角色 他的門鑑太高 他如何穿越這個門鑑 這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 中間的角色 我看得出來 他只是偷輕了 可能是動畫的需要 只是偷輕了 但是 對於 怎樣去對付 村長者 這一刻 那個策略 他又好像沒有什麼 純粹見步行步 總之 他想過 快點搞定這件事 拿完東西 走人 大家散會 不要坐在那裡 其實如果你要說 這三集裡面 我真的不太喜歡這套動畫 那件事的地方 最後解決事情 其實那三次的經驗 就是幫不了他 沒錯 是第四次碰運氣地找到檢証 碰運氣地檢証出來救假 才解決這件事 沒錯 你覺得就是 變成那三次的穿越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你還回他的覺悟給我 你一直說他就說 他自己本身 不要小看我有七省 他不是善用自己的能力 或者他憑著 就像不對著這個八代 我花了十五年的時間 我才追到你那十五秒 那句說話是很有力的 他不是花了一季 他花了整個故事的問號 他告訴我 我是用了整個故事的問號 去追你那十五秒 那個覺悟出來 我不是說要他追到這個級別 只有三集就是每樣貨 但是就說 剛才好像鏡花所說的 那種我怎樣應用 老實說 怎樣快 其實他那一刻說不通 因為他知道就是 就是賊仔 菲利多 他是一定跟委託人去見面 這件事是避不到的 他們都知道的 因為他知道就是 所有人的行動 最終他都會回留 一個key位的話 他一定是會接觸到的 他自己也是有這個肯定 世界收縮線 可以這樣說 發生機的秘密 對 所以就是他 中間裡面一些經驗 他根本上是什麼呢 他是無視了 其實是 第四回那個行動不合理 要追了一個賊仔 讓他看到覺患者之前 他拿了這件事 第二次我告訴你 他不會 他要抬家 對 他要抬家 他是一個有堅持 他有他自己的規矩 沒錯 的一個人 你是不可能去改變這件事 所以其實他改變 如果是合理 只有兩個情況 一 一 阻止那個賊仔偷了徽章 這件事 他試過了 但是失敗了 因為已經谷太遲了 第二就是阻止 割搶者去找他們 那他就沒有做過 其實最後解決了 他就說他會被人殺 所以就是那個地方 他根本不是做過任何的努力 學會了任何的經驗 去幫助這件事解決了 就是這一種 你可以說是他在房子裡 去設定一些陷阱 他不停去嘗試 而且我覺得他做穿越的位置 做得不太好 原因是因為 他每次穿越回來 回到時間點裡 他把某一些不必要的劇情 他都重新做一次出來 尤其是就是 那三條鏡頭 你必須做四 三次都做出來 鬥腦了 我當作是一個必然發生的事件 總之他走每一條路 一定會撞到他們 只不過是撞到的地方不同 OK 沒問題 但是你不需要演他 這三條鏡頭 是不會影響最終割搶者的事情 最令你覺得難搞的地方是甚麼 其實那三條鏡頭是有影響的 那三條鏡頭是甚麼 就是出了劍城 唯一說他多了一個經驗 就是他很碰運氣 但是你有一次學會了禁衛這件事 接著遇到那三條鏡頭 叫了禁衛 在第三次學到的 然後就叫了劍城 大碰運氣 其實你說 我們不會覺得是一個 努力 一個敏銳的 一個敏銳的觀察的原因 是甚麼 我們根本不了解這個世界 因為他一開始說 尤其是在他第一次進入這個二世紀的時候 一個布宜法去觀察這個世界 他應該是讓我看到一些細微四眼的線 是可以幫到他 令到他日後的循環裡面 他可以去突破這個困局 他就變成是拿來做一些喜歡的劇情 哦!火魔法!耶!那些 變相就是 偷播得來的話 其實現在變成就是 好像真的如鏡花所說 那一刻真的完全是碰運氣 那一次 剛剛好進來的那個 不是啊 轉長者先 剛剛好是啊 不是啊 先 之後可以打一場 因為剛剛好 太早來嘛 可以先拖著時間 拖到可以救到 什麼徒賊出去找人 找人找到劍城回來打 說完全全都是一連串的運氣 那句話出去找不到 一連串的運氣 其實真的沒有 中村劍死不過來就沒有 是啊 其實一連串的運氣 對比小元的運氣 或者這麼說 他始終叫做 他不是 其實應該說 他第四次運氣都要再多一次 才發現原來劍城很厲害 才是找劍城 那第五次才運氣 應該是這樣做的 我剛才說 我正想就是講這個問題 他不會這樣做的原因就是 因為 這裡只是他的一個局部的故事 他不是一個 好像我不存在的都市 或者是 這一類的 就是 他整個故事的主軸就是 一個這麼短的故事 即是他不是一萬次都在做這個局 對 無准的發言給他 對 所以這個只不過是什麼呢 這個只不過是頭盤 所以這個頭盤 對我來說 我純粹是想 present 新手教學 這個特殊能力 還有就是 他憑著就是 他不需要用太多的場景 他用同一個場景 他就可以 present一些新的角色出來 無論劍性也好 或者其他角色的一些更加多的情報 他就是說 我今次死亡的這條timeline裡面 我介紹了就是 Emilya 他是一個什麼的人 下一次我完全不用介紹 你知道的 而且很明顯地 如果你問我 這三集最大功用的是什麼 真的很立體 因為已經描寫得不能再多 描寫了 基本上這個時間 就是給這三個人 倒冊 Emilya 諸葛 阿爺 阿爺也不錯 還有一個村唱者 村唱者 現在也很深刻 他最搶的熱愛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麼還可以再玩下去 因為我相信這一個是他的特色 不是 因為這個特殊能力 他自己也覺得 作者也寫了很諷刺的一句 就是 很沒用 真的 撐你的肺 死了才可以發動 不是 就是 萬一這個故事 如果死了的話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下一次的start point 在哪一個位置 不是 你都問 有什麼機會 馬利奧死三次 你要去死一次一年 你不要理 要不然 我第五次死 我再看一次機會 這個穿越時空的笑容 作者說 就算 我們是不可能會知道一件事 作者算就算 但是主角應該會問這件事 死了 所以我死幾次 我最多是不是死七次 我不知道那些事 我有個風險少許 可能會有劇情來的 所以你說這個位置 其實那個特殊能力 對那個劇情的起伏 我最遇到 每一次的start point 到底在哪個位置 就是他每一次都說 頂又死了 就是阿閣又死了 還有剛才我說 如果你可能start point 你無限重新的 其實沒有難度 你可能攻一百次 才會贏 但如果你可能走七次重新 你會發覺有危機 這次是一場命 因為這種設定 其實我們經常都看到的 這一種能力 其實是傾向於 故事終局的一種特殊能力 或者整個故事的核心特殊能力 可能是一些短篇故事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某幾套出來的事 那就是什麼 那個魅力在於就是什麼 Looping的當中裡面 那個對主角的變化 他每一次Looping裡面 去感受那個變化 而Looping的內容 就是很精細地去做這個 但如果他現在每次都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可以做到什麼 還有我不知道作者是否知道 會越來越上手 所以寫得更加好 因為十次的模式才會越來越難寫 越多的角色 越多的場景 越多的程式 越來越輕鬆 那是不是每次都要死 是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作者還有兩季回來 還有25集 我不知道他還有多少 兩季回來的 我不太知道作者有多少發揮 就是在小說那裡 是可以發揮到多少 發揮的 作者怎麼捏皮死化每一次 是的 我真的有點擔心 第25集 最後一段的時候就是 重新的時候 又是在分工 然後我的戰鬥 然後再重新開始 有沒有打到黑人 Boss Rush的時候 應該可能 好灰喔 然後向著陽光出發 嘩好熱 對 第一發關死了 那些燈 對 對 狠狠 狠狠的冒險 會繼續 這一局我想拔掉他的 爛遊戲 爛遊戲 沒有Safe Jazz 那一刻 是不是會這樣 我覺得挺有趣的 如果是這樣 反而可能會有爆點 我想在Face Echart裡面 我打到迷宮 打到很厲害 然後跟Boss 打死了 迷宮開頭 Safe Point 回到迷宮外面再再走一次 其實這個是一個 忘記Safe的故事 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我再講一句說話 可以解決 當然我也是沒有看過原作的 它是一個天梯遊戲 Diablo的天梯遊戲 沒有Safe的 一碟重新玩過 所以我們的昂在這個異世界 發覺這個世界觀看 是一個爛遊戲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 當他最後沒有死 解決這件事 他已經踏上了劍聖 一大堆人馬 他還有沒有機會再死 其實我很疑惑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我們剛才一直在討論 就是那個懸疑點 就是 再死的時候 因為通常這些設定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這些設定就是 那個的復活點 是固定的 那個復活點是不會改的 那個復活點是 溫了一年之後死 和溫了十年之後死 你可能都會回到這個位置 對 那怎麼辦呢 不劇偷 不過後面當然 但問題是 如果他真的不死的話 那這個異能是沒有用的 其實 那就沒有用的了 所以 狡猾一點 我猜應該之後死的地方 應該是怎樣的 當然已經變成了 有些開始作者說了算的感覺 就是 過關之後就沒有死 滿滿的感覺 過關的感覺 那這個不是叫做 作者想怎麼鬥 那這套叫做 對 因為我沒有可能不死的 過關之後就有 有四副獎勵 對 很重要的 不用再打多次 如果這樣的話 就偷輕了 這種能力的魅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太便宜了 太優待主角了 這個是主角必勝論 那又不要這麼說 每一次主角發動 要被人劈套 死都很慘 不是刺打那個 而且主角都已經說了一次 是不是應該死了 令事情重新離開 其實他這Vileries 有這個優勢 就是阿仁有什麼事 爆頭死 起床又沒事 類似的感覺 對 這種能力 霸道性 那個缺點 在於 不是對你肉體 而是對你精神的傷害 但他沒有反映出來 他很精神 你看到他整個程度 你叫做這三集裡面 其實他沒有顯露到這件事出來 可能死不夠 三次 阿匡真多 不知錄了八次才出事 可能是三次很少 所以如果他之後 沒有一次時間 怎麼回到那個位置 可能很容易出現 剛才會產生我們剛才的言文 如果是這樣的一套 就很難找到 對 又很難 所以是兩難 我覺得 我反而有興趣 究竟是否會在另一個時間點 復活再來 還是 作者 應該這套作品 這麼有勇氣 跟他的作品一樣 從零開始 每次都從零開始 每次都從零開始 這樣寫小書 普段很貴的 我真的不能寫到自己 好厲害 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說 他不是第一本書 就是頭幾集 是的話 他只會 copy and paste 很簡單 還有他每集都是最厚 一定會更厚 他知道 其實如果這樣是聰明的 或者這樣做的 你就是要找什麼 你就是 我第一本之後死了 第二本重新開始 那本書的九成內容 都是一樣的 你就是要找回一成內容出來看 其實可以簡單一點 可以DLC 你想看下一張 一張 這些完全是查合約 法律文件 找得很動 對 那種感覺 新形式的小說 你不能說 會不會流行小說 沉走不同地方 這套東西我有好奇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好奇 就是說 究竟他之後會怎樣去處理 還是還是 只是會變回做一套 很普通的奇幻作品呢 沒有人好奇那些女角的背景 有的 不要這樣 因為這套東西 暫時對你來說 最大的爆點 不是女角 就是主角的能力 是對他 或者對那個故事的影響 是有多大 那他的女角暫時說 他很特別 就很特別 每個人都很特別 沒有其他東西 即是在電話裡面 每個人都是奇能意識 一定是 那女主角還是特別的 沒有一個是普通的 對 這樣而已 所以就說 他之後時間擴大了 之後會比較好 你的雀眼點 就是一個這麼平凡的主角 或者是一種看似 很不平凡 但是又很有缺陷的能力 這個這麼有缺陷的能力的時候 究竟他怎樣用這個能力 去創造劇情 反而是 我們雀眼會不會在這些位置 我雀眼裡面 就是作者怎樣去寫故事 那樣東西 有趣 我覺得有趣 有趣 就是看你怎樣去運用這件事 如後握稿 好廢 哈哈 好啦 那我們這套到這裏 那我們去下一套 那裏 那裏 我應該沒有 要去判斷